畫面中可以看到遠景到場 但現場好幾名男子不斷大聲叫囂 勸離不停 隨後五名男子當場遭到警方壓制 事發在15號早上8點左右 花蓮一名正姓男子和友人到市區一間KTV歡場 準備回家時在門口和另外兩名不認識的男子相遇 沒想到喝醉的正姓男子不滿 對方瞄了一眼 雙方因此起衝突 正姓男子出手賞了對方一巴掌 挨打男子的友人見撞 趕緊從車內拿出球棒要攻擊 不料卻反遭正姓男子搶走球棒 直接往對方的轎車狠砸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警方獲報到場後了解 為正姓與誠信民眾的口角糾紛 那雖然現場沒有相互鬥毆的狀況 但是在場的理性男子等五人 仍意圖的強暴脅迫而持續的不斷與人叫囂 所以立即以優勢的警力將該五人強勢壓制 警方即時到場後将在場叫囂等五名男子 全數帶回依照妨害秩序罪偵辦 而針對正姓男子砸車窗部分 另外依照毀損罪嫌韓送地監署偵辦